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道家故事 今天我們會講莊子之娛樂 莊子在橋上跟著名的哲學家惠斯在散步 他見到魚在水裡 延滯的時候 就跟他身邊的惠斯說 魚真的很開心 惠斯反問莊子 你又不是魚 你怎知道魚的快樂 莊子又反問他 你又不是我 你怎知道我不知道魚 開不開心 他們 你一言我一語互不相讓 惠斯便辯駁到 我不是你 我當然不知道你的感覺 但你本來也不是魚 你也不會知道魚的感覺 莊子就認為他們兩個爭論的焦點就是 你問我 怎知道魚的快樂 即是你承認我了解魚的樂趣 以後 之後才會提這個問題 於是他就跟惠斯說 因為我在橋上的心情很快樂 所以我也認為魚在水裡都是很快樂的 那莊子的觀點就是 人既可以自己知道自己的東西 又可以感應到其他事物的樂 的感覺 所以人在不斷修正自己 修正自己的情況之下 就能夠達到道家所謂的 反本歸真的境界 反觀惠斯的觀點 只是知道人 只是知道自己 而不能知道其他東西 真正的原因是 人漸漸迷失本性的當下 一切神真的本能 都會隨著一點一滴 流失而造成的 那好吧 今天我們的 道家小故事就說完了 如果你們想聽 很多這些故事的話 就記得要給我們一個讚 好吧 拜拜